没有任何的保护机制 类似熔断机制 我们奇交所现在在台子期 有熔断机制 有保护机制 保护价格机制 但在选择权还没有 那这个是比较吊诡的 为什么 因为选择权是奇交所的经纪目 他的口述比台子期还要多 所以可是 他居然没有对选择权做保护 那这方面我是觉得奇交所还有改善的空间 所以小哥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这么说 刚刚的这三刀呢 今天我一个做庄的 我两边压 但不好意思 现行的就是两边压 你都可能被我强制平常 这是你中到的前三刀 而且很可怕的是 这个平常因为我所在的这一块板 这个市场 我必须要出很高价 我才买的回来 那我用涨停板的价钱 把这个买权 把这个卖权分别买回来之后 对不起 我做了决定 可是你庄家你要来买单 事后我要找你讨这笔钱 对 没错 可是最现在更恐怖的是 你去找 这期货商去找庄家买单 那庄家不一定有钱啊 我身上所有材料可能只有六百万 你叫我赔六千万 我可不可以没有钱 没有钱 这一开始是期货商要先付这笔钱的 再见 所以现在有可能 所以有他听期货商也出约出问题 因为期货商他先付掉这个两三亿的违约金额嘛 那假如收不回来的话 那至今可能会出现问题 而且这里面 投资人不见得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就是刚才小哥讲的那个第三刀 因为第三刀在处理的时候它到底有没有法律上的争议 而且现在已经有律师开始出来讲这一段 因为因为你今天刚才小哥讲说 为什么你在我卖出买权的时候是没有 因为现在看空嘛 市场行人在跌 我应该要赚啊 不是我上面怎么可能有人要去买 对 我就不可能有人卖嘛 那你这个时候把我口袋里的明明赚钱的东西 你把我抛出来 那这时候当然因为没有人要丢啊 因为现在行情在大跌 对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内处理我的这个担保品 我一定是被卖到 就是他的价格被砍掉 对就是没有人在卖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跌 那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有人卖 对 那这个时候你去处理我的担保品 那这个部分的争议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短期间不会解决的事 可是另外一个不懂的是 好你说大成果 因为这种投资总是难免有风险 我小心翼翼 我谨慎操作 我保守为宜 就这个林小姐我刚说的 40万给你成交九口 它够保守了吧 而且它还压对方向 它卖买权 它也是错空大盘 结果最后 它赔了50万 果果这次 这是阿娜丢 好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看这张 我们现在看这张